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常公园 我是小伙子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梁子老师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在此我先跟大家宣布 一好消息 在梁子老师这段时间没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偷偷的录了一套节目 在今天 已经正式在首字母为XYZ的音频平台独家上线了 名字叫做独闯非洲 摄影师梁子的非洲探险 这次我们录了六集 有六个格局特色的非洲国家 有的还是两个国家一起说 然后跟随梁子老师的讲述 带大家进入沙漠雨林 寻访原始不落 寻方爱人不足 还有中国的维和部队的基地 还可以乘坐坦赞铁路 驰上非洲草原等等 非常的精彩 跟大家一起来探寻非洲的传奇往事 欢迎大家收听 具体的收听和购买方式 请看我们今天日坦公园的相关推送 我们正式开启今天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地方 我个人是特别特别感兴趣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国家 然后我们很多人 其实对它都不是很了解 或者说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国家 就是南苏丹 应该是非洲最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新到什么程度 它是在2011年的7月9号 才正式独立的 原来是属于苏丹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苏丹的一个省 对 然后苏丹这个国家 大家可能听着也觉得苏丹 听说过 但是很多时候 大家听到苏丹的这个概念 并不是指这个国家 因为它在这个宗教意义上 也有它的含义 在这个穆斯林国家 苏丹算是一个头衔 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地方的总督 就这块就归他管 但是就是让苏丹这个国家 他就以这个头衔来命名了 他是在非洲 其实靠近红海 和这个阿拉伯地区 就是隔海相望的这个地区 他是在东部非洲 又靠近北非 靠近北非 对 所以他两种文化都有 是 然后也是穆斯林国家 对 是的 所以这个南苏丹这个国家 就是因为它这么新 然后它之前 其实一直也有一些战乱 在打仗 然后很多时候 都被全世界评为 这个什么最不安全的国家 大家可千万不要去 那个地方非常可怕 什么的 但是梁子老师 其实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 去到了这个国家 对 5月份 等于是他建国前夕 对 就是人们都在往回走的时候 等于南北两方人 各回各的位置 各找各的家 等于 因为马上就要建立新国家了 对吧 首先我稍微更正一下什么 就是南北苏丹的信仰是不同的 不一样 宗教信仰不同 所以造成了 首先根上 根上它就不同 其实很多非洲国家 它是很融合的 就在信仰上是很融合的 就即便不是一个教 但是也没有问题 但是这边 它由于有信仰问题 还有部族问题 还有土地财富问题 政治问题 很多的问题 以前它叫南苏丹省 就是苏丹的 这个国家的南苏丹省 然后就一直闹独立 一直在打打打 最后就是在2011年7月9号这一天 其实在此之前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条约 合约 签订了很多东西 就已经注定了这一天 是要分成另外一个国家的 只不过呢 我去的时候是在5月下旬 就是2011年的5月下旬 赶上了它独立了 你怎么当时要选择 要到这国家去呢 这个还真不是我选择的 因为呢 我一直给这个 无国界医生组织 做这个摄影师 这无国界医生组织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啊 是全球化的 它是总部在比利时 然后呢 它完全是在世界各个角落的 凡是有贫瘠战乱 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 他们是不分种族 不分贫富 他只治病救人 其实治病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救人 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下 所以他们的点 当时呢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们是在全世界 有78个点 就当时啊 但是呢 那些点 你听这些国家 你就知道 都是在什么 比如说海地啊 阿富汗啊 巴基斯坦啊 野门啊 那都是在打仗的地方 全是这样的 对 甚至于呢 在一个国家 比如说像阿富汗 它不只是一个点 它就战乱 比如说有几个点 那它可能就在哪一带 分布好几个点 南苏丹的这个 叫Piber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分布的 其中一个点 那您当时是怎么 给这个吴贵医生 这个组织去给他们 当摄影师的呢 这是一个什么机缘 这个呢 还要跟那个 刘卫市的行者 有关系 哦 那个刘卫市的纪录片 对 行者这个栏目嘛 嗯 行者这个栏目呢 基本上可以说 作者都是国内的 各方面的行者 其实不仅是旅行了 这个作者全是按现在说的话 都是一些相对专业一点的 或者是说 所谓人们什么大咖不大咖的 明白 就是跟他这个生活方式 有关系的这一类的行者 所以呢 他出了很多 这样的片子 那吴贵医生组织 因为他们在香港有点 嗯 然后从香港后来 步到了这个北京上海 嗯 这些人就经常看这些片子 哦 然后呢 慢慢呢 就是跟这个栏目 就是有联系什么之类的了 哦 然后呢 就希望能派这种摄影师 去就拍摄什么的 或者是记录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的 当然至于怎么谈都不知道 但是后来他们看到 我拍的非洲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五国街医生组织啊 救助的很多人 都是妇女儿童 特别是像这种点 不像战争的那种点 战争的点呢 他就在一线打仗的那种 嗯 那就是男的女的都有 就战地记者的那种拍摄的 战地记者拍摄 或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 对 他们因为是医疗方面的嘛 对 可是在非洲这样的地方 他是希望能有女的摄影师 因为他们的患者 很多的都是些妇女儿童 嗯 因为在这种贫瘠的地方 他要不然儿童就是营养不良 妇女呢 就是各种疾病 吴国界医生组织 他们呢 就是在正常的 不是那个大的战乱的情况下 他们更多的是需要 比如说妇产科的大夫 当然外科大夫是最受欢迎的 嗯 所以摄影师如果是女摄影师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等于说通过这个节目联系到了你 对 等于就是邀请您 到这个南苏丹去 然后给他们拍照 其实当时是这么来达成的合作 对对对 那你去之前了解吗 这个国家 不了解 你之前没去过吧 没去过 因为到11年的时候已经去过不少这个非洲国家了 对那会儿已经去了 我看已经去了将近十个了吧 八九个 对 但是苏丹我们没去过 苏丹就没去过 对 那之前对苏丹这国家有没有什么印象 印象是有 因为首先呢他你想这个尼罗河就在这个南北苏丹 嗯 你想清尼罗河白尼罗河 这国家也很大 嗯 他属于大国 也不是说小国 对 这国家挺大的 对 嗯 而且呢他那个其实物产也挺丰富的 特别是他的炼油什么的 你看你要想想这个苏丹 经常你会想的那种炼油管 对 然后呢他的历史也比较悠久 对 对吧 所以呢 特别是早期 早期的话要是读过那种非洲历史的书的话 你就苏丹国王 就包括你说的苏丹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而且呢还有若干的就是在北非的时候 就是历史上都有很多什么苏丹什么什么 苏丹跟埃及人之间的这种战争 包括苏丹的这个名字 不是国名是人名 对 对 所以呢就是苏丹这两个字是 给人感觉是挺称盛的 嗯 就是挺耀眼的 是很耀眼 而且也很容易记的 哎呀对苏丹印象特别特别深的 就是1994年我记得好像是 嗯 就是普利瑟奖 有一张照片 嗯 有一只秃鹰 和一个特别饥饿的小女孩 哦 呀 那个那个太主名了 古兽如柴的一个小女孩 那个太主名了 他是好像是在领取救援的 这个粮食的这个路上 嗯 然后遇到了一个秃鹰 那他趴地上了吗 对 就是不能动了 而这个秃鹰也很饿 对 这个秃鹰也是瘦的跟什么似的哈 就是面对的这样一个 其实是个人嘛 对吧 小女孩嘛 那但对秃鹰来说呢 是他很好的一个猎物呀 等于说这张照片是在苏丹拍的 在苏丹拍的 哦 然后呢 这个摄影师呢 是南非的一个摄影师 嗯 叫什么卡特 嗯 所以呢 这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以后 当时不是获得那个普利策奖吗 然后也很震撼 很多人都在分析 就说摄影师该不该拍 哦 对 那个摄影道德呢 是有伦理的问题 对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很强悍的一个摄影师 那按理来说 你应该解救这个小女孩 或者是呢 你应该把那个秃鹰赶走 那有人就说 这一瞬间 记录下这个怎么决定 怎么棒 怎么 所以两边说法不一 就是国际上争论就特别厉害 嗯 那作为这个摄影师来说 他由于拍这张片子 虽说获了奖 争论也很大 然后呢 人也出了名 但是他的良心 有些过不去 哦 他后来是不是自杀了 对 是吧 对 他后来其实就是抑郁了 就是从焦虑到抑郁 这道坎儿实在是过不去 后来就自杀了 嗯 他自杀以后 人们在处理他的遗体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纸条 这上写的 真的 真的对不起大家 生活的痛苦 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就按照说 人们获奖了 获得了这么大的奖 他应该是很欢乐的 很有成就感的 嗯 结果没想到 他内疚内疚内疚 最后实在承受不了 然后留着这么一句话 也是个悲剧啊 所以这张照片 也是我对苏丹的 这个印象其中之一 我相信这是一定的 因为同样是摄影师嘛 对 对这个事肯定会 印象会更深 对 咱们不能说全世界人 人人知道吧 但大部分很多人 这个事件是挺有名气的 对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 那如果我们现在 稍微插开来 咱们稍微探讨一下 就关于这个 所谓的摄影伦理的问题 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嗯 怎么说呢 我之后待会再讲 我也遇到一个 有点类似这样的 待会再讲 在无论医生组织的 这个医疗诊所的里面 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难说 就是一个摄影师 因为你的照相机 就是你的眼睛 实际上 嗯 每一个人他记录 或者是他停止了记录 都是直接跟他 内心世界的这种反应 和他的一些伦理道德 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每个人处理不同 嗯 比如像这个摄影师 他可能当时的第一反应 他就先把他记录下来 嗯 然后过后他再怎么怎么样 那有的人可能第一反应 他是另外的一种 那可能他没记录 嗯 那没记录不能说这个摄影师 就是一个不好的摄影师 哎 怎么那么笨 那当然 其实因为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被探讨的当事人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摄影师的身份了 但其实是从一个人的角度 来思考这件事情 对 就是人性的这种 人性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以把很多的伦理东西 赋予给他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 的确是很难讲的 很难讲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面对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那个瞬间的反应 完全就是你个人的 对 因为大家没有心灵其境 就你在那个现场 你的那种感受 其实是没有办法共情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 而且你不容你考虑 你看每一张图片都是瞬间的事 不是说我在这想想 说我该不该拍 等你有想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对 所以咱们说回南苏丹吧 当时跟他们这个合作达成之后 然后就到那地方去 那个时候 在出发之前 你知不知道 那个就在打仗好之前 知道 因为我出发之前的时候 做了好多功课 就是关于无国界医生组织 他们都去什么样的地方 太好了 这个梁早老师 也在出发之前做功课了 对 因为至少你得了解一个 这个组织 他们是干什么的 然后他们 为什么要成立 这样一个组织 然后成立一个组织 是为谁说话的 是为谁服务的 所以我记得 特别特别清楚的 就是他们的信条 就是不偏不倚 就是我不参与任何宗教 民族 国家的这种战争 或者是怎么样 我只救人 明白 不管你什么好的坏的 什么跟好坏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胜利者 失败者 所以我一看这个 我就觉得心里面 比较舒服 其实挺认同 他们这种态度的 对 你作为人之后 才分男人女人 好人坏人什么的了 首先你先你是 面对的是人 所以我想我记录 那我记录也是应该 是真实的记录 这个人 在这干什么 所以先了解了 他们的一些行为 做法 包括他们的一些宗旨 那我就觉得 这个挺对路子的 OK 至于他苦不苦 危险不危险 或者怎么样 你想啊 那么多人 在那工作 在最一线的工作 那怎么就 我想那么多干嘛 这就确实是 您一贯以来的 这种思考的方式 想太多了就别去了 到时候直接就飞到 刚刚说那个地儿吗 就那个皮博 皮博 不 可不是 可不是 怎么要进入到南苏丹 在2011年7月9号之前 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只是一个省 你得先拿签证吧 但是呢 签证的话呢 你要拿到苏丹的签证 那个时候要等很长时间 而且你要拿苏丹的签证 你的目的地是南苏丹 你要耗费很大的时间 因为苏丹很大 你先飞到苏丹 什么这那的了 就很麻烦 那怎么办呢 就是 由于国家医生组织 在里面不是有点吗 它在南苏丹不是一个点 有好几个点 都是类似这样的 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困难 比较危险 或者什么的 那我要去这个点 皮博尔呢 是都要先飞到首都猪八 然后进入首都 现在的首都 当时的猪八省会 等于猪八这个就是 后来的南苏丹的首都 南苏丹的首都 当时是省会 那要进入这个点的话 他们自己因为马上就独立了 他们自己有一个认可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通行证 真是 这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对 因为之前比如大家都是主权国家 那你就拿签证就OK了 对吧 现在正好卡在人家要建国了 还差一个多月吧 对 所以这时候是非常难得的 就这个时候非常难得的 因为进到这之前的话呢 是你拿这个证 你不可能进去拿证 那你找谁拿呀 在内罗币 就是肯尼亚的内罗币 怎么跑那儿去了 那是他们有一个办事 就等于是有一个点 是南苏丹社那儿的点 不是 是吴国界医生的一个点 然后呢 就得先飞到内罗币 反正在那也要转机 或者从埃塞俄比亚转 或者从内罗币转 当然内罗币 因为要拿这个证 这个证呢 不是一个小的 说白了吧 有点像奖状 那么大的 就是一个A4纸 这个证上就有护照啊 什么名字呀 国籍啊 等等等等 然后拿到这个证以后 再去飞下一程 飞哪呢 飞到猪八 就从内罗币飞到猪八 然后从那儿 从肯尼亚 再飞到这个苏丹 对 就是飞到苏丹 南苏丹的省会猪八 现在是首都 但你知道 下了飞机以后 机场非常非常简陋 所谓的入关啊 也是跟我当年 在那个萨达利亚差不多 就是一个张桌子 一张桌子 对 弄一个张 盖一下 不错 至少有个机场 没被炸了 还好 反正就特别特别简陋 你之前说 那被炸的那机场 是哪来的 萨达利亚 萨达利亚 一张桌子 海关就是一个桌子 就是一张 咱们食堂吃饭的 一个破桌子 还不是什么好桌子 也不是长桌子 就一个小桌子 它那个呢 当时也是这样 特别容易就进去了 一进去后 比 怎么说呢 当时我已经去过 你看11年 2011年 我已经去过阿富汗 三次了 就比那个阿富汗 还要差的多的多的多 就整个这个城市 只有一个 二层楼 还是三层楼 只有一座 就那个路特别的烂 就土路那种的 就大坑加大坑 那它是之前就没路 还是因为打仗 给打没了呀 之前就没建设 没建设 对 猪八已经算是省会 当时的省会 应该是不错的了 但是一看 就一点建设都没有 那它是有战争的痕迹 还是说没看出战争痕迹 只是因为这点特落后呢 我感觉 以我的 因为我03年飞阿富汗的时候 那完全就炸的那种 残垣断壁的那种战争的痕迹 对对对 那个我没觉得 有什么太多战争之类的 因为没有什么 多少被炸的房屋 也有 咱也不知道是那个坑是落的 炮弹坑呢 还是什么 反正大坑接大坑 就不能下雨 一下雨 全是成了那个雨水的那种坑 就那水坑 然后整个特别破烂 可以就说根本就没建设 但是能看到的 一车一车卡车 一卡车一卡车的人往回走 唱着歌 就是从苏丹 往南苏丹回来 就是兴奋的 那种好像还唱着歌 然后你想吧 那么遥远的道路 满大卡车上不是都人吧 全是土 就那样一边一边的歌声 一边振奋 要回到家乡了 你知道我们当时吧 就看到这个 就在想啊 咱们作为外人 作为中国人嘛 对吧 就说呀 他们回来以后会 会很失望 能待多久啊 对这就是这样了 对就省会都这样 但当时我记得 有一个家中国餐厅呢 就那个时候 叫北京饭店 在南苏丹啊 对 但是我没进去 是没开呢 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挺乱的 就是我印象中就特别乱 而且餐馆 也没什么太多餐馆 也没什么的建筑 就是破烂不堪 那这个南苏丹人啊 他长得会接近北非 或者阿拉伯人吗 还是说就是明显 还是非洲人的那个形象 非洲人的 不太一样 还是非洲人的形象 你想在苏丹那边的话 就是北边的话 他很多都是像阿拉伯人的 那种有点白皮肤的那种 这边不是 这边全黑的 那还不太一样 但南苏丹这边 有一些部族很多 它是不同的 其中有一个部族 叫丁卡仁 丁卡仁 你知道很多那个 NBA球员 其实早年 比如说他的祖上 就是丁卡仁 这样啊 因为你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跟那个 我在卡门龙看的 那个比格米人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他这个丁卡仁 是居高无比 因为我们到那以后 也要到警察局去申请 去批本这个地方 也不是说你随便想去就去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国家还正在接手中 所以既欢迎外来的人 但是又要特别防范 你外来的人如果说不干好事 那肯定也不行 对吧 如果是帮助他们的 那就特别欢迎 所以呢 我进的警察局 第一个印象 你知道 哇 五个人啊 我印象特别深 五个人 三个人都一米九几 我直接就问人家 一进去后 妈呀 就全是柱子 打高个 五个人 三个一米九几 两个一米八几 然后警察局的人 都特别友好 因为你是帮他们的 你是在参与国家医生 组织的这样一个行动的 所以呢 特别客气 特别好 然后我就 都是仰着头看他们 然后我就问 对不起 问一下 你有多高 一米九四 那个一米九二 那个多少 一米九六 然后再看这矮点的吧 一米八七 一米八六 矮点的一米八七呢 然后经常走的女的吧 身体上特别好 都瘦瘦的那种 随便你一看估摸着 肯定是一米八几以上 女的一米八几啊 女的就是这类人 就丁卡人 妈呀 那我当那就算是小矮子了 是啊 就是你要是遇到丁卡人 就差不多都是这样 后来我到了皮布尔也遇到很多丁卡人 他是穆勒人 丁卡人 什么好多不同的种族的 看来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 你想修长修长吧 就是你知道就是他高到了那种 随便就是一米八几 男的女的随便都是那种 一米九几两米的 厉害 所以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 而且人特别的友好 你到了那之后 后来咱们是不是你们的目的地 就得到那个皮布尔去啊 到那个点去啊 因为要是去那的话 是路上是不通的 当时在南苏丹 它的道路是非常差非常差 所以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五个街医生组织的话 都是要坐自己的直升机 那个直升机是 一个是拉工作人员 还有一个呢 是救助伤员的 就是救助病人啊伤员 它那个直升机呢 应该是七座的 能坐七个人 但是从来它都不会坐满 最多坐五个人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它腾住两个座位呢 是为了救助病人伤员 它永远都会留座位 等于你们要坐那个直升机 到那个点去 到皮股里 远不远 远到不远 好像300公里 或者怎么样的了 反正飞了挺长时间的 我从来没坐过直升机 坐直升机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跟普通飞机的区别大吗 那你看做什么了 那我从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做黑鹰 然后就把自己绑在 那个黑鹰的那个门口拍照 跟后面的东西绑到一起 然后一边拍一边吐 一边拍一边吐 弄塑料袋 然后风呱特别大 就是一边拍一边晃 这个呢 因为它是门都关着的 反正就是摇晃 会晃 你要是平衡感不太好的话 就特别容易吐 但是如果经常磨练的话呢 也能过得去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 什么不管影视啊 就是平衡中看这个直升机飞过来 可能第一个感受就是声特别大 声特别大 然后呢 就是它落地之后 那个风也特别大 对 把地上草都给吹歪了 那是在外边 飞机外边 如果在飞机里面 反正就是声音特别大 你知道有很多旅游观光的 能做三五个人的 这个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发达国家 这个都特别多 这种 那就很吵是不是 很吵 很晃 嘎啦嘎啦的那种 你要想拍摄起来的话 就是在过去就没有其他的辅助工具 很晃的 明白 但是坐在里面呢 说实在的也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唯一的有一个愿望就是 赶紧到一个地方 然后好参与工作嘛 你们那时候 你们那个同行的人 就是有没有说谁跟您一起 算是你的引导者 或者说你们同组的工作的人员 他设计我一个人 但是还有一个人带我去 不过这个医生组织的 对得有他们的人 对 但没有他们的人的话 你自己当然也行 但是很难 因为他们的这个 一级一级的这个组织纪律 非常非常严明 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 是中国人 对 非常严明 然后因为我在之前 还有受领任务呀 什么之类的 还很复杂 经过审核 受领任务 然后一系列的要求 然后从香港转机 香港这边的人还要出来 然后要受领任务 然后要有很多的清规戒律 就是你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是要签东西的 这样 因为如果你出去拍摄 虽然你不是 乌国界医生组织的人的 这个专职的摄影师 但是你要代表他们的形象 反正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多少像 包括说话言行 到对当地民族的尊重 然后呢 敬老爱小 然后在救助的时候 如何如何 哎呀 特别多 好嘞 那怎么 那咱就直接飞过去了 咱们简单结束 就飞到了这个皮波尔 在飞机上 看到尼罗河 非常之美丽 尼罗河 因为我在飞机上呢 就是在这个直升机上 就开始拍照嘛 然后呢 就看到一条大河 就一下 在非常干燥的这样一个 一个视野中 突然出现一条河 然后飞言说 这尼罗河 想也能想到 你们苏丹这一块嘛 就是白尼罗河 青尼罗河嘛 哎呀 看着尼罗河 特别壮观 特别美丽 然后还有呢 就是一圈一圈的茅草屋 嗯 就是我在飞机上拍的 那一看 就是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飞机一落地 嗯 那个机场是土的 嗯 就是咱们想的机场 有什么跑道什么的 因为它 直升机嘛 不需要这样 就是一落地 两边就铁丝网 嗯 而机场 就是在这个铁丝网里 全是那个 就是大土路 嗯 飞机落了地以后 哗啦哗啦 人就都 直接到飞机底下来了 什么妇女 儿童 当地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这机场是 就平时啊 你从机场这头到那头 你要穿过这机场 要去那个村子的 嗯 然后呢 机场的门呢 是一个铁栅的门 就是 没有门的一个铁框 没有门的一个铁框 对 它是这样 就是我有照片啊 明白了 它是铁丝网 然后呢 铁丝网中间 有一个铁框 明白 明白 没有栅栏 没有门板 然后你随时 没有门板 穿过去 因为村民 从这个村 要穿到那边 那个村 你要穿过国际机场 嗯 皮布尔的国际机场 这个就是国际机场了 这国际机场可忙了 它除了直升机以外 也能降落普通的 那个民航客机啊 没有 只有直升机 还真不行 这都是特小的飞机 没有滑星跑道 那种 是吧 然后呢 大部分都是运输的 嗯 就是参与就是救助 救助 运输 对都是这样的 所以来一架飞机 全是这个大的箱子 不是几张箱 就大的这个纸箱子 物资箱 全是物资 包括我们飞这个直升机里面 也带了好多的物资 嗯 即便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 就是我在五股街医生组织 早上吃的面包都过期的 都过去半年的那种的 我这么一看日期 妈呀都过期三个月半年 嗯 那只要有的吃就行了 照吃不误 它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理环境啊 它是高原 还是丘陵 还是什么 什么森林 还是 不是个高原 也不是丘陵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其热无比的 那样一个地方 就是一下雨 然后就完全特别拧拧 然后不下雨的时候 有点像那个 沙纸地带那样的 就是不是沙漠的 沙纸地带 就是那个 沙粒那种 对 特硬的那种 对 就是因为它下面有矿 嗯 所以上面是寸草不生的 不带长那个农作物的 有点像戈壁 有点戈壁 戈壁 但是呢 又比戈壁呢 能稍微好一点 明白 它是这样 你戈壁吧 一下雨 它不至于是那种泥泞的吧 对 这个我感受到下雨 就我人 又要像昭泽泽一样 就走到里面啊 脚拔出来 鞋子是在里面的 我就用手底把鞋子提出来 往里线还 往里线的 就要像半昭泽 它这 好奇怪啊 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吧 非常奇怪 就是正常的时候 你看大晴天的时候 像戈壁滩 也不长树什么的了 反正很暴晒 很什么 一旦一下雨 都是这种泥泞的 可是不是泥 这种叫什么 虽然说不上来这种 叫一个什么地矿的什么东西 不过当地的人 你知道 当地的干部们 是非常以这个为荣的 因为说地下都是宝藏 是什么呢 矿啊 就各种矿嘛 有好多不同的 所以它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那咱们说了半天 这皮布尔这个地 它是不是应该就是一个村啊 大眼一看就是一个村庄 是一个村庄啊 但是人家其实是一个行政区 行政区 可是这个村庄呢 还不如那一个村庄 看着啊 因为那个房屋 都是用树枝垒起来的 垒起来的 有点像我在 阿里特里亚提奥村 提奥村还有一些板房呢 就那板屋 就这个基本上都是那种 就是那个树枝那样 随便建的 就是那样一个房屋 但是它的那个行政的机构里 什么办公的地方 就是那个土坯房 土坯房 有一块土坯房 就是从土坯房过去以后 一看着 哎呀 真是什么都没有 不如马赛人 不如阿法人 还不如马赛人住的 当然不如 马赛人因为他房屋在小 起码他是那个 有房子 那个土坯房子 有土坯房 对 然后进到了一个院里 当然也是铁栅栏那样的 挺好的 就感觉就像一个单位了 然后就等于是进到 估计医生点 是他们的点 对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 也是那种帐篷啊 假设我要住的什么 都是帐篷 然后洗澡什么的 就是公共的 那种凉水的什么之类的 看来那个地方 还是有水的 有一条河 有一条河 但这条河 吃洗用 全是这条河 但后面实际上 村民呢 后面 不知道是 窝基医生组织给打的呢 还是什么人给打的 井 有井 可是这个井水 你要是想打水的话 那要排队很多人 大部分人呢 就在这条河 就是皮布尔河啊 你就能看到 人们在那洗衣服 什么喝水 做饭 什么的 洗澡 都在这条河 那这五个街医生组织 在这个地方定这个点 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传染兵吗 还是因为有什么原因 是啊 破乱啊 虐急啊 另外还有呢 就是村与村之间的 就是部族之间的泄斗 几乎每天都有 因为每天都会抬来伤员嘛 然后一会儿一个枪伤的 一会儿一个刀伤的 枪是那种土枪 所以呢 就是即便就是 五个街医生组织 在这个皮布尔这建的一个点 他们还有很多的分点 先说这个点已经算是 比如说算连部 就那样连部的感觉 明白啊 那底下还有各个班 在更艰苦的地方 哎呀 即便就是去各个点的话 都要是选择时机 这是后面 待会儿再说 我们要去的下面的点 不是随便就去的 因为经常会通知的 不能动 不能去 然后这边正在打 就好比说这边打仗呢 不要动 或者走了一半了 是停一下 我只有在阿富汗经历过这样的 就是要经过某一个 特别那个什么的点的时候 打起来了 就在那等 等完了 打完了再过去 或者怎么样 这个五个街医生组织 我也后面也经历过 到了这以后一看 我想的就国际组织嘛 再怎么着 你像红十字会 咱们想的再怎么着 也差不多 可是要么就是帐篷 要么就是那种 就草屋 类似像这样的 当然他给医生建了一些房子 建了固定的这种房子 还可以的 那就是特别少 特别少 所以呢 就是所有的整个的 那个院子其实挺大的 因为他是从全世界各地 招募的人 就这里的志愿者 实际上医生也叫志愿者 后勤人员也叫志愿者 所以这里的所有的志愿者 都是招募的 但是最缺的是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 对 做手术的 对 所以呢 如果是你是一个外科医生 包括像眼科医生 包括副科医生 这样的级别 就算最高的了 然后招募的时候 你可以三个月 剩下都得一年 就是你不可以说是 我是一个医生 我想去做这样一个事 我签一个两个月 一个月 我去打个锚 不行 而且呢 就是选择 就是特别是后勤人员 和这护士什么的 最少都是一年 在皮布尔那个地儿 那个像他们这个组织的医生 大概有多少人啊 您去的这个点 当时好像是十几个 我有点忘了 记不太清了 有中国人吗 有中国人 有中国人 有香港的 香港的一个医生 叫陈慧中 他在英国留学 他专门学的热带病学 所以呢 你知道就是他们招募的这些医生啊 不是说你脑袋一热 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就能参与 招募的这个医生 一方面呢 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还有一方面 你要有这样的热情 重要的是 你还得懂得 跟当地环境气候 相关的这样的疾病的医治 就像您刚刚说的 像什么祸乱啊 瘧疾啊 这种病 对 还有好多热带病 热带病 对 还有什么萨拉热呀 还有什么其他的 跟非洲有关系 还有什么芒果营 还有昏睡病啊 多了 热带病太多了 明白 这个陈慧中呢 这个医生 他就是专门学的这个热带病 男的女的 女的 年轻的 二十多岁 特别的有韧性 然后呢 特别的 在这方面的知识挺渊博的 就关于热带病的这样的 因为他在英国学习的嘛 还有后勤组织的 就是后勤部的 有一个叫陈思斌的 就是他是四川人 就是后勤组织这一块呢 就是后勤部这一块呢 志愿者呢 是最少一年 而这个呢 你要双语 然后你还得懂得电 还得懂得这个房屋结构 还得懂得什么木料加工 反正你要懂很多 明白 所有跟这生活相关的都得了解 因为一切后勤的事情 都由你来掌管 所以呢 你要每天忙得要死 就是站着一会儿电的吧 你发电机 一会儿什么 因为那当地没有电嘛 所以全靠自己发电嘛 然后还有食品 饮水 好多的事情 你们到那儿 您有的吃吗 吃什么东西啊 有个食堂 然后吃的非常简单 因为那大概我记得 十几个人 还是不到二十个人 是来自世界各地 比如说有的是 从非洲肯尼亚什么之类的 有的是从欧洲的 比利时的什么的了 所以吃的东西都是那种 三明治啊 反正不是什么中餐 什么之类的 方便食品 就连披萨什么也没有 就特别特别简单的 但是我一看 那个面包都过期的 还有那个鸡蛋 那个盒子什么的了 都是那种 就是比如说我们五月份吧 可能这是二月三月的 不可能是当时什么最新鲜的 这么感觉这个地儿 好像是您之前去过 最艰苦的地方了 看怎么说了 这个地方嘛 环境 气候 包括就是条件 都不行 就是都是非常艰苦的 但有一点 它是有组织的 就至少吧 每天不寂寞 原因是 那有医生 世界各地的医生 或者护士 或者工作人员 其次 每天的病人 特别特别多 就只要一开门 病人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病都有 刚到的时候就看熟悉一下环境 整个这个院子熟悉完了以后 院子之外 后面先有个小房子 小房子之外 那么大一片地方 这小房子就是太平街 然后呢 后面这一块全是 人们就是死亡以后 直接就埋到后面的 就是有疾病啊 还有些什么的 就是隔开的一块地方 宿舍也好 病房也好 都非常非常的简陋 我住的不是就是帐篷吗 大部分都是这种 我记得一个特别清楚的 我当他第二天 因为他是这样啊 他病人分两种 一种是每天来看病的 就像门诊似的这样 一种呢 是住院的 住院的病人 说实在的 大部分都是小孩 大部分都是拉肚子 所谓的拉肚子呢 就是 好多都立即什么之类的 然后大人的病的话 就不等了 什么样子都有 就其中 我去的第二天 我拿着相机 就到那个病人区去看一下 因为那个草房嘛 那个窗户 没有窗户 我就是直接这样一个空的 就通风的 然后我这么往里一看 特别震惊 有一个人背对着我 但是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骨瘦如柴 就除了身上的排骨和皮以外 没有一丝肉 就有点像我在 莱索托 遇到那个艾滋病人 最后的那个时刻 而这个人 因为他是个男的 他是没有穿上衣的 所以我看得特别清楚 就那个黑黑的 皱皱的 完全就像那个 我们的那个医疗的 那个人体结构的那种 就一点肉都没有 我当时第一反应 你知道吧 就是呀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个 而且我手里还提着相机啊 然后就马上 把这一刻记录下来 人还有受到这样的 这么震惊 这么吸引人眼球 或者说这么 有冲击力的 这么一个画面 当时想的是这个 然后我就走近了 我把相机刚一提起来 因为我走路有点声音嘛 其实我本身离那个窗户很近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人听到了点动静 他就回下头 一回头我们俩眼睛对视上了 我说的都是瞬间的啊 他看到我 又看到我手中的相机 然后他就同时 发出了一种眼神 就是特别愤怒 特别无奈 特别反感 反正我读的 就是在一个瞬间 多少秒钟 我读的这个是排斥的 而我当时呢 拿着这个相机 对着他的时候 我突然在瞬间有一种 因为我是一个 很强壮的一个人 对吧 他是个病人 我突然有一种 我好像拿着枪 对着一个弱小的人 的感觉 我其实相机举起来了 我刚要拍 而看到他这个眼神以后 我一下就觉得 我太混蛋了 为什么 我太欺负人了 如果我拍这张照片 如同我拿了一杆枪 像他开了一枪的感觉 然后我说的 这全是瞬间 然后我就把这个相机 拿也来了 迅速的拿也来了 然后我站得一样 没动 没再往前走 我跟他其实距离 也就是有个两米 很近了 很近很近 因为他就在窗户边上 而我也在窗边上 所谓的一个窗户 是没有什么窗台 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空档 我们俩就是四目相对 我看着他以后 我这眼神是松懈的 下来的 就告诉他 我不拍了 然后面对他 缓解的镇定了一下 我跟他鞠了个躬 我就退着下来 就退退退 退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我就拿手 晃了一下 就是示意 友好的示意 然后这时候他就松懈了 我就走了 后来第二天 我去拍陈慧中 然后陈慧中说 哎呀那个 梁老师 我就处理一个患者 什么什么 然后是什么人 一看到这个地方 我说昨天我还来过这 他说就是我一个患者 他说他走了十天 才走过来 找到我们的医疗点 今天早上去世了 然后就把他抬到太平间去 就是那个小屋子 只是个艾滋病患者 哎呀我当时特别庆幸 昨天没有拍他 就是他呀 就是他 我心想 我如果昨天 把相机对人他拍了 我是留了一张什么照片 那照片管个屁用 但是我对他的这种欺负 我对他这个生命的临死之前 临走之前 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留下这么一个 不公平的 生命最后一刻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阴影 带着这样一个阴影 或者带着这样一个感觉 走的话 我太对不起这个生命了 明白 所以我当时特别庆幸 我直接就跟陈医生说 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一下 然后他说你太对了 你没有去拍摄他 太对了 我就是说没有什么 我是什么摄影记者 我是个屁 这也不重要 但是你对人的生命 够不够尊重 这是我一生中 留下的这么一个记忆 或者是这么一个道德上的 也咱们不说道德吧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评判 你知道后来 我就跟着陈慧中医生 记录他 然后又从这个太平间 把这个 那时候已经放在 这个尸体袋里了 然后最后 因为他没有亲人 然后到了那个 他不是后面一个后院 就专门买这些人的 然后工作人员 在挖坑的时候 这时候我记录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就想 这个生命 我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呢 一 世界上像这样的人 太多了 弱小的 贫困的 在这个世界上 走过这一城的 没有人知道的 太多了 第二呢 这个人 我觉得我对他 还是挺尊重的 尽管我不知道 他姓什么名什么 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把这件事情 记录下来 所以我最后留了一张照片 然后人们就把它埋了 埋了以后就 埋了就埋了 没有什么墓碑 没有墓殖民 什么都没有 过了几天 一场大雨之后 就我也都分不清了 过几天 我又去看去了 什么都没了 而后院都这样 就是后院 张三里斯 娃娃 自己是分不清的 但是后院都是 一个一个死去的这样的人 然后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 走过 看过 经历过 但是又不知道 是谁 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人 太多了 真是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 就回答了咱们在最开始节目时候 我们去 想要去探讨的那个问题 就像那个记者 面对那个小孩和 突救的时候 他要不要拍下这张照片 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 我会觉得 你刚刚说的那话 特别的 我非常认同 就是在那一刻 你手里的相机 可能就是一把枪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可能 很多东西都能成为一把枪 相机有的时候是一把枪 有的时候 甚至一个眼神 一句话 都是一把枪 没错 就是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想到枪 因为我曾经是个军人 明白 我上过战场 所以我马上就感觉到 我这个手里 这个破玩意儿 我觉得什么相机不相机的 我就太像一个手枪 或者太像一个什么枪 然后我觉得太 我不能原谅自己 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说从 职业的角度 或者从另一个层面 就觉得 这么 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样一个 有代表意义的生命 或者怎么样的 应该记录下来 或者怎么着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是 咱们前面讨论的 这个话题 就是说 就是那个南非 那个摄影师 就是饥饿的女孩 记录这张照片的人 也就是说 人和人不同 对 所以我是这样处理的 那可能遇到其他的人 他是另一个处理方法 对 又比一样了 对 他并没有一个普世的 一定正确的一个方式 在面对每一个时刻的时候 对 当时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面对我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大的 眼神里 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他要是平平的话 我就拍了就拍了 有可能 我倒没觉得什么 对 有可能 因为我读出来的是 他这样一个眼神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这样做 对 他毕竟不是凭空出现的 一台相机 而是相机后 还有一个人站在后面 对 去远快门的 对 他并不是一个街景 也不是一个摄像头 对 他不是这样一个 我是一个身体强壮的人 明白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不公平 就只觉得不公平 那你有没有跟这个陈医生去聊 就是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事 他也是 其实他也确实也是比较顺 就是怎么说呢 当然他有他的觉悟 他有他的那什么 而且他还有他的研究方向 就是他研究这个热带病的嘛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不光是陈医生 就每一个做志愿者的 我跟好几个人都聊过 就是包括这个妇产科的护士医生 他们从肯尼亚来的 他们家乡也不富裕 对 但是呢 他们就觉得 不管我富裕不富裕 但是我能帮到别人一点 还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和 除了这个成就以外 自己还有一些用处吧 嗯 因为不光是采访他的 还要跟好几个医生聊天 明白 嗯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生孩子可能是大家最开心的一点事了 对吧 对 孩子太多了 是吧 因为他是一个医院 然后很多人都是因为得了各种病 或者受了伤 来到这里 当然也会有孕妇 我刚刚您讲 他们妇产科的医生 嗯 那在这儿能够听到小孩出生的那种哭声 可能大家心里边都会觉得 哇 这还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对 但是很多 很多呢 你知道我记录过一个女孩 14岁 哇 生的第一胎 嗯 然后呢 还记录过一个356岁的 嗯 生的是第五胎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孩子特别多 可是呢 他的那个死亡率挺高的 由于是什么呢 就是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无计医生组织 他们自己开发的营养餐包 嗯 就是给孩子们 就发的这个各种营养 就有点像花生酱 就闻起来 也像这个花生酱的 嗯 然后小孩能 能一打开以后直接 直接挤嘴里 挤到嘴里 这样的 嗯 但是你知道好多家庭实在太穷了 他们把这个餐包给卖了 啊 啊 就是 有的呢 就给小孩吃 有的不给小孩吃 然后就卖了 他们太缺钱了 因为这个村庄 怎么说呢 就是一无所有 就是他地下有东西 但是你老百姓挖不出来 嗯 你不可能 我说我挖矿 我挖石油 我把它都挖出来 你知道整个南部 就是南苏丹啊 他就是地下宝藏 他特别丰富 嗯 但是没有开采的这个能力 等于是钱在地下一大把 但是我怎么把这个钱取出来 归我国家所有 是吧 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 是 听人家讲述这个国家 他完全就是未开发状态嘛 还当时 对 完全没有开发 但现在又不一样 现在猪八 据说有什么高楼大厦的 都是 当然肯定不是说像那么的高楼大厦 嗯 但是后面呢 就建设的都挺好的了 嗯 但是我觉得要建的 皮布尔这样的地方 嗯 或类似这样的点的话 很难 你知道特别逗 就是这个皮布尔吧 当然无国家医生在这边 是非常生育 特别特别好 那一定 只要是无国家医生 带领在那拍照 随便 而且呢 特别受欢迎 来救命的呀 这都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 特有意思就是 他有一条街 就是主街 这条街啊 有点像 王府井 就是有点那样的 皮布尔的 王府井 就是那个市场那样的街 就卖东西的 当然卖东西都是什么 油炸这个 有的卖点菜 卖点什么的了 就没什么东西 但是呢 他有那种街上摆的那种饭馆 他那个饭馆吧 就吃饭那种饭馆啊 但他的锅全摆在外面 就是一锅牛肉 一锅羊肉 一锅什么 你掀开锅 看一下 你就可以指定 指定说我要什么 要什么都很便宜 主食是那种饼 发面饼 和那个英吉拉 英吉拉 英吉拉就是发酵的煎饼 所以那饭馆里当然 他就丰富一点了 有牛肉 有什么的了 所谓饭馆没有围墙吧 有围墙 没有 就是把锅摆在土灶上 把锅摆在明面上 然后你就选 选完了以后 你知道我一看 这个夫妻俩 我进一个饭馆 这夫妻俩呢 开的这样饭馆 我就想看看里面 有没有摆桌吃饭的 我要进那个屋子吧 不让进 那这还有屋子的概念吗 对 那个屋子是用树枝 也是树枝插的那样 但是门有个门帘 为什么不让进呢 就是有个布帘 然后说 这不能进 我说为什么 VIP 这是VIP room 然后呢 我从那个缝 你想嘛 就是那个炸弹缝嘛 就是那个树枝缝 一看里面有人吃饭 那我进去看看呗 我正在往里进的时候 人家不是说不让进吗 我啪就把那门帘掀开了 怎么个野蛮呢 里面有三个干部模样的人 他是吃的套餐 就是一个大盘 就是那个 过去我们小时候 就放了一个壶 一堆杯子 两杯 两个中国也有一个托盘 一个大盘里面 就是有一碗这个 一碗那个 一碗这个和那个饼 这就是那个VIP的人吃的 这么一个套餐 那就是当地的干部 当地的干部 因为我进去以后 一交流 你知道他们就在尴尬 后来就问说是 哪来到中国什么的 一说中国挺友好的 然后你知道他逗 就是我说 你们吃这个怎么怎么着 然后他说 我们是记账 没付钱呢 你中国人你有钱 你给我们把这账付了 凭什么呀 没有 你知道我说付账 请他们吃的也无所谓 无妨 对吧 一共也没几个钱 可能一套 可能有三块五块的 也无所谓 他们用当地货币吗 当地货币 当地货币非常不值钱的 我有点忘了是什么货币了 反正是当地的志愿者 也发的当地货币 你必须在当地花完 对 我想您这上哪换去 这钱 对 我是换了当地的钱 真的能换 可以换 哪能换 就是五国街医生组织 有财务那样的 你可以换吗 他们当地货币多急了 恨不得他们都要美元 那种感觉 然后你知道 我说你这多少钱 我心想 咱大方点 帮他们交点钱 怕什么的 我在那拍张照片 就算请人吃个饭 就吃个饭 我说你这多少钱 他说一年的 他们的记账 这一年的 意思是你中国人有钱 他们感觉中国人特有钱 然后说 把我们三个人 把这个钱交了 纯不要的眼 后来我一想 哇 就是这么穷的地方 又有腐败 你想想 为什么能那么穷 还是跟腐败有关系 越穷的地方 越有腐败 对 好家伙 就这点事还那个什么 但是这些人 对中国人非常友好 他即便跟你这么说 你不应 也没事 而且他对你依然 非常友好 一点那种排斥的那样的 态度和眼神都没有 然后说 这个村子随便拍 你想拍什么 拍什么 这就很像我们的天下 那种感觉 欢迎到我家做客 他们的穿州打扮明显 跟其他村民不一样吗 差不多 你也看不出来 也差不多 没有什么 你比如我在 厄里特里亚提奥 干部门 因为他是说 提格尼亚语的 当地是阿法尔语 还有些服装上不一样 这个 都差不多 完全一样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只是他坐在里边 吃VIP餐 对 他要不说VIP 你根本就感觉不到 落天这还有VIP 但当地市场里 还有当场杀牛 当场剃牛皮 当场卖 那个肉都是很好的 这谁买得起 那妈可能 这很贵吧 就是一头牛 要卖好长时间 那是 可是五国界医生组织 一般 反正也从市场上进 但是不怎么 他们是分配的 就是他食品是分配 然后从直升机运过来的 所以时间都俱长 但是 到了国界医生组织里面 你能感觉到挺欢乐的 是吗 大家的相处 这很融洽 对 因为你一问 这人是这个国家 那人是那个国家 都很友好 而且因为都不挣钱 所有都是志愿者 没有人有 从这拿钱 他说是志愿者 但是是有钱的 有薪水的 是有薪水的 可是给的钱 是当地的币 对吧 你当地的币 怎么弄 明白 你怎么把它换成 那你也有吗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是拍摄去的 那你纯美 当地的人 你比如说当地的医生 或者是后勤部的 人家是要一年 你不能一分年没有 也是 给点当地 会不会在当地花 其实我没想到 他这还有一些小小的商业 但是没什么商店 什么的了 就是有这集市 去买点东西 这集市你能买什么 就是无非吃这么一顿饭 然后有点油炸球 然后有点炸小鱼 他们那边用棕榈油 什么的吗 这种 棕榈油还真的 因为他们那没有棕榈树 没有棕榈树 对 有小鱼 就那河里的小鱼 河里的小鱼 但那河是泥泞的河 就在里面洗啊 涮啊 都是那种泥泞的河 我觉得像这样的河 如果都用这个的话 那一定会带来很多的疾病 疾病 对 因为它有很多的那种虫卵 你包括去饮用 你包括蚊虫的这种传染 对 对吧 根据这个河是很有关系 它有两大问题 就是在当地啊 根据这个病人 一种呢 就是枪伤 蟹豆 打豆造成的外伤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儿童的疾病 你知道当地 我遇到一个小孩啊 那个小孩有一岁两岁 他拉肚子 那拉肚子在当地 利己很多嘛 你知道当地 就村里面有乌衣 就那种乌衣 你说他怎么办啊 他把水做开的开水 我遇到那小孩就这样 从下面往里一打 把那个开水 从下面打进去以后 就好像是给烫 比如说把体内的虫子 什么烫死之类的 他是这么干的 所以我拍了一张照片 当然这个小孩后面也不行了 我从来没有拍过正面的 就小孩是个背面的 妈妈特别伤心 所以当地小孩 有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就是营养不良 还有一种就是 没有办法医治 还用这种图办法 就是乱医治 造成的这种死亡 所以吴国杰医生这个点啊 你知道每天一开门 就能拥进来上百号人 那么多啊 那你知道过来吗 你们也没有那么多人啊 对呀 所以呢就是从各个村走啊 走走走 可能连夜走 其中我还遇到了一个 机无力的 机无力的 机无力的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其实 有十五六岁了 就挺大个子的男孩 因为他没有任何车啊 自行车什么车 什么连那个三轮车 什么都没有 就他坐在他妈妈的肩膀上 就这么扛过来 来看病 就是他们就多大的需求量 各种各样的病人 太多了 特别是儿童妇女 这个救治点啊 就不知道救了多少人 还有我们又去的其他的点 分点 那个分点呢 基本上是帐篷什么的 或者是临时的那种木板屋子都在 一个礼拜支一次 然后人们来看病 就比如木板房 是空的 然后呢 是无解医生自己盖的 这些医疗器件什么之类的 一个礼拜摆一次 然后人们来 就那样排队来看病 然后到傍晚 不能到天黑 就到个四五点钟 赶紧就出摊 赶紧跑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洗劫这种医疗点的 这种现象很多 抢啊 嗯 就见什么抢什么 对 就洗劫 因为这里面都是值钱的东西啊 哦 你想想 所以这些志愿者的医生们 真的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对啊 就我来给你看病 你还抢我东西 而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因为走的时候也会被洗劫 你想这个道理吗 你抢劫的人还分 什么你在哪走 还是在哪落脚 只要我能抢到的东西 就是钱 就是财富 所以你说抢劫的人 他哪分这个 所以你要冒着抢劫的危险 还要冒着部族泄斗 如果说这个部族和那个部族 比如当地的穆勒族 和丁卡人 如果他们泄斗 他们大部分都是为牛 因为牛是财富 财富 对 因为非洲很多国家的牛 都是财富 很重要的 所以为土地 为牛 羊 就发生了战乱 那真打呀 真刀 真土枪那种 这时候如果 无解医生组织 我们比如说车队从那过 那照样 那不分这些了 你们遇到过吗 我们遇到的是前方有通知 因为比如说 他们见点 他们要工作之前 前面都有开路的人 明白 就是比如先走 走一段 你们后面大部队走 因为后面都带着器材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走一段通知 用那个布话机通知 说这段可以走了 赶快再走 走一会再隐藏起来 不是在马路上等着 就在那个 比如说山包下 或者小树林里 他没有什么太高的树 那种 然后隐蔽着等一会儿 然后说可以走了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然后回来的时候 都拉着病人回来 因为很多人 是这个点是治不了的 比如说还有孕妇 还有什么的 要生孩子 那就拉到 皮布尔这个点 所以这样的话 在这边就算好医院了 就等于从小诊所 拉到医院去 明白 再不行 怎么办 就拉到猪八 就是我遇到一个刀商的 一个男的 然后就坐直升飞机 从那个机场 所谓的那个土的 国际机场 对 然后一直跟着过去拍的 然后把它拉到猪八 再好一点的医院 然后过了几天 大概过了三两天 三五天 这个人外伤好了 又坐这飞机回来 那还行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飞机永远都要有空座位 只要你有工作人员的话 一定要给病人 至少最少要留两个 但大部分都是病人 在用这个飞机 所以这些人的境界非常之高 你去了以后 反正我去的特别受感染 你怕不怕 还真没 还真没怕 因为 因为以前都是一直一个人 然后这个是有组织的 而且又是国际组织 人家都干了多少年了 我还真没有觉得害怕 他这些组织里的这些人 大家有没有表示出一种 比如说担心恐惧 还是说就很平静 觉得这习以为常了 那种感觉呢 我遇到的 我遇到的这些人聊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都适应了 其实我跟陈慧中医生聊的时候 其实他刚来的时候也是 特别不适应 当然你想他是那种 在英国那样的一个环境中 是吧 那么平静 那么和平的 然后一下子到了这以后 他也没经历过这些 他在这做志愿者 根本就不敢跟家里说 不敢说了 偷着来的 对 你说的话家里多担心 肯定不愿意让他来 他一个小姑娘当时 所以他来这儿 就是也是经过了 差不多一周 这种反复的 调理自己的心情 思想 然后慢慢才适应的 有没有那种年纪比较大的 这种志愿者 有 队长什么的都40多岁那样的 他们是不是也去过很多地方 对 他们是比如说吧 他在这个组织 可能是在南苏丹组织 然后回去以后修整一下 就会去 比如说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 像那个队长是个荷兰人 他们在这边 南苏丹不是还分了好多点吗 这个大队长 这个人就是个荷兰人 然后我一去的时候就跟他聊 他是从其他地方都经过了一圈了 到这了 你能坐到队长这个位置的话 你肯定是 听着队长好像不大 挺小的 但实际上他管的这个点其实挺多的 他也是经过了一番 从小医生 小贱者这样过来的 是 我之所以这么问 我就会 我相信会有一部分人会 长期从事这件事 终生 对吧 终生从事这件事 所以他只要是 但凡他体力精力够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做着 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说 这样的一生是非常的伟大的 非常了不起啊 对 然后你想那个时候都已经是2011年了 对 对吧 2011年 2011年我在干嘛 我工作好多年了 在北京上班什么的 但与此同时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 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像南苏丹这样的国家 还有像皮布尔这样的地方 大家的生活的状况 然后整个生存的条件 其实我刚刚听您说 其实对于说这种幼儿夭折这件事 我还是觉得挺震撼的 因为这些事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对 不仅是在南苏丹 就是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孕妇因为生孩子死亡 和婴儿因为营养不良死亡 对 还有些疾病死亡 都是有一定数量的 对 就是随着慢慢条件的改善 现在会稍微好一点 嗯 就五国界医生组织 现在在国内 就是咱们的国内 非常有名了 因为央视曾经也都宣传过 然后他们也授予过这样的 就是最高荣誉的 嗯 但后面是影响越来越大了 对 您最后这个在这儿 大概前天后后 一共待了多少天 一周多 有点记不清了 不到十天应该是 哦 时间并不长 对 时间并不长 但是每天都在繁忙的拍摄中 嗯 走访中 嗯 就一时一刻都没停 嗯 因为说实在的 就那特热啊 我住的不是帐篷吗 睡的地下 就是地铺那样的啊 嗯 其他桌子什么也没有 东西我记得我的器材都放到那个 哎 帐篷里好像有一个行军床 嗯 然后器材全部都放在地下 放一个席子 席子上 那帐篷白天是就进不了的 特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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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只有什么呢 只有傍晚了 然后就吃完饭什么之类的 然后去洗个凉水澡 嗯 是个有个桶吗 一拉爬 那种 不是 就是那种 真的有水龙头啊 水龙头的 哇 那还挺不错的 然后只有洗完澡 晚上安静下来 嗯 然后才能进帐篷 进帐篷之前的时候 先要把那蚊子弄一弄 嗯 对 然后才能进去 要不然待不住 就太热了 白天谁在帐篷里待 都在外面跑着 什么村子里啊 然后在医疗点啊 一直不停的 医生在哪 我们就在哪 嗯 就是拍摄嘛 嗯 所以这种的话 就觉得时间过得也特别快 嗯 因为你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长期在那的 或者是好几个月的 你就会被他们感染了 因为大家都是在工作状态 完全在工作状态 对吧 其实不是说你去采访谁 跟谁聊天怎么样 是因为别人一直在干活 对 他也没有说是专门配合你去采访 对对对 而且呢 那也没什么傍晚喝个酒 改善生活都没有 对对 他完全是在工作状态 然后你就跟着他 也是在工作状态 嗯 从一大早到晚上 披星带月的 嗯 然后睡会儿觉 早上赶紧再起来 再跟着他们 晚上在那住周围有事吗 周围还真没什么事 因为那个地方 没有听说什么大型动物 就是什么蛇呀 或者什么那些 什么爬型动物啊 嗯 有这些东西 嗯 然后呢 就是不能下雨 就是一下雨以后 整个的环境就变了 不对 下了雨 你们那帐篷还能住吗 会不会进水 下雨不能进去 因为下雨到处都是阴阴 然后就泡了 对啊 雨特别大的时候 停一会儿 然后呢 等着雨稍微一停 赶紧就得出去 嗯 可是一出去 伸一脚前一脚的 我穿的那个 就是那种运动鞋啊 嗯 就是我前脚迈出去了 后脚 鞋子在里面 嗯 我得用手把鞋子拔出来 哇 显得那么厉害啊 啊 就你根本就想不到 就是他那种 看似砂纸地带 嗯 这种矿物质的这种环境 没想到 一下雨 是这种泥泞的状况 嗯 让我就赶上了 真是 嗯 太艰苦了 这个后来等您回来之后 您拍的那些照片 后来是用在什么场合了 很多 嗯 当时杂志啊 什么的了 然后嗯 视频 然后行者就播出的这种纪录片 嗯 他们那个机构也可能也要是要用 我全部 全部给他们了 都给他们考了一份 嗯 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 嗯 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个机构 就说说的那个 好像以前的摄影师 都是要 讲代价的 因为说的是拍视频的嘛 然后照片有拍了很多 给他们 然后香港的这边总部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们挺吃惊的 好像意思就是怎么着 哎呀 我觉得他们太艰苦了 我这拍这个算什么呀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还自己还弄点小九九 自己还保留点什么东西 没必要 也不值当 嗯 后来还去过吗 这个地方 后来其实专门为我设计的一个 也是拍母婴的 然后南非的一个村子 嗯 然后正好赶上我妈去世 前几天 啊 纠结了很长时间 因为实际上她是给我设计的 这么一个执行 嗯 而且也是我的特别 向往的这种题材 但是我妈眼看着就不行了 我在这个也还犹豫了两天吧 后来我觉得还是妈最重要 对 然后果不其然 后来我委托了一个人 因为不能没有摄影师去拍啊 对 还是这个物件组织的 他们的点在南非的点 就专门 对 是在南非的一个村子里面 嗯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南苏丹 这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我们其实在新闻啊 各种场合 好像比较少看到他们的这些报道相关的 感觉跟中国的距离还是很遥远 但是中国的国企央企什么的 在那不少 然后据说猪八建的挺好的 是吧 你这要听说啊 就是他刚那个独立之后 有人就建的那个集装箱酒店 就一小小的集装箱里带空调的 就好多联合国啊 那些工作人员啊 还有什么的 不是他心里成了一个国家 然后很多各方人士都要到那去吗 这一个集装箱酒店 当时啊 一个小屋子200美金 11年的就是7月份以后 嗯 后来说能到了好几百美金 更贵了 那现在就不要了 现在因为有那个什么 有房屋了嘛 有酒店了 嗯 就当时你想在11年的时候 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小空间 就200美金 很贵的 因为他带空调 然后自己发电 嗯 就设施都有 那在当时很难得的 因为都不记得呢 有个什么样像样的酒店 没有的 对 嗯 行 反正其实听了您这个经历 我也感觉这段经历是很特殊的 对 因为跟您之前自己主动的想要去到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来的 跟着无贵医生组织来这个地方 其实在我们做节目之前 我也去看了一下南苏丹整个国家的现在一个情况一些简介 其中有一句话其实对我的是很有震撼的 这话是这么说的 说南苏丹人口主要由尼格洛人组成 嗯 在人口统计上属于事业上最年轻的国家 嗯 大概有一半人不到18岁 嗯 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些数据以后就觉得啊 是这样 但其实如果你现在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 嗯 是因为他的战争 对 很多成年人已经去世了 然后在这个不到18岁的这些人里边 还有很多小孩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医疗的问题 夭折 对 对 其实这个国家我觉得 嗯 像是有这些五个界医生组织去到那边 给他们这些帮助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太重要了 特别重要 就我在那那么短的时间 就面临着儿童的死亡 成人的死亡 对 概率就是挺大的 是 确实很需要医疗 真是不一样 那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生 马上不如老龄受惠了 嗯 其实这真的 这有时候你会去想我们同事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然后每天当你睡觉的时候 有水游上不同的人都在做些什么 对吧 对 有很多人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你自己躺在一个吹热空调的床上 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 没错 确实是 没有对比什么都没有 一对比以后什么都来了 是吧 因为你想啊 你听到那个消息 就今天那个村霍罗兰 哗多少人 明天那个什么蟹豆又是伤员哗拉过来了 对 就老处于那样一个紧张的状况 是 和咱们现在 当然疫情那是另一回事 可是咱们现在一切都很安宁 你不会饿肚子吧 你不会什么其他的特别特殊的 一些突发事件 基本上没有太多这样 是 所以真的好 就是我非常喜欢跟梁德尔聊 不同的国家的这些故事 尤其像这样的故事 我希望也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 在节目最后 我还是要再说一句 我跟梁子老师一起录制的 其实是梁子老师主讲的 赌场非洲 摄影师梁子的非洲探险 这档音频付费节目 已经在今天正式上线了 也欢迎大家前去收听 具体的收听和购买的方式 可以看我们今天日常公园的相关的推送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刚刚录制好的这档节目的精彩的片花 那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 真的和小伙子交流了这么长时间 也是收获很大 不敢当 好嘞 那咱们就聊到这了 跟各位说拜拜 大家继续听节目去吧 拜拜 好嘞 拜拜 拜拜 我说特里亚你知道吧 是我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贫困的 所谓的之一 我就觉得最最贫困的 这个村 他说虽然是村 但它是一个行政区 他说这地方特别好 靠近大海 小木屋 吃鱼 也有电 哎呀我一听 那整个一个度假区嘛 凡是听起来都非常美好 你想想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卡麦隆有个谚语 就是雨中旅行是没有尽头的 大雨大到了 像子弹一样 打着铁皮屋子上去打着 小到了一只就是毛毛雨 这个国家的人 他是糊涂和突袭人 其实这个纷争的矛盾 是从历史就开始了 是的 但是他们又分不开 可是呢 又还是有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 可以说是深仇大恨 所以我就想 那我应该去一下 或布隆迪 或卢旺达 一直到现在 卢旺达 各家各户 不管有多么穷 只要你家有电 他都在门口 点燃一盏灯 一个是给死去的人 留的一盏灯 还有呢 点亮这个城市 或这个国家 这1860公里 什么景色都有 原始森林 灌木丛林 有峡谷 河流 特别是傍晚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这个车不是特慢吗 你看着那个云 就是那个像棉花团的那种云 那个景色别的都好 特别美 在非洲 有一点不同的是 不管是什么活动 一定有跳舞 他的所有的人 节奏感都在骨子里 不管多小的小孩 两岁 只要能站起来的小孩 就那屁股小屁股 咔咔一扭了 这边手骨男人 爬一打手骨 然后马上在现场的人 就开始躁动起来了 吴冠达我去过五六次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非洲国家 但是也是一个 对我来说人生最灰暗的 一个地方 因为是我整个 19年半跑非洲 最后回来 是2019年12月30号 断着胳膊回来的 我前面十年吧 拍的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 生存方式吧 对 后面的十年 基本上关注的是 中国女性在非洲的生存方式 如果问您的话 您觉得 您最舒适的状态是一个什么 两句话 一个是去陌生的地方 和第二个是跟陌生人打交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 由日谈公园出品 梁子主讲 我主持的 付费音频专辑 独闯非洲 摄影师梁子的非洲探险 这个节目一共有六集 每集大概在一个小时上下 在这个节目中 梁子老师讲述了 六个不同特色的非洲国家 比如家在红海和沙漠中的 厄里特里亚 拥有世界较量最多的国家 康麦隆 刚从屠杀战乱中 恢复的普隆迪和卢旺达 实际上唯一一个同名的国家 钢果金和钢果固 还有动物天堂坦桑尼亚 以及因咖啡 闻命与世界的乌干达 希望能通过他的讲述 和自己经历的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非洲 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状态 打破大家对于非洲的客满印象 认识一个更生动 更多元充满生命力的非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